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可爱搞笑的科幻电影 囤鼠特工队 顾名思义这是一部性感囤鼠在线卖萌的电影 一起来看看吧 卷毛是中情局某神秘部门的秘密特工 他拥有好几个队员 不过他们都是囤鼠 因为带着高科技语音转换的耳麦 这群囤鼠能够和人类无障碍交流 资料显示一个家电制造商大魔王正在研制新的军事芯片 并且很有可能将其出售给远东 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调查出大魔王究竟想用芯片来干嘛 如果任务失败 卷毛所属的只有他一人的秘密部门即将被关停 这无疑关系到大家的余生 不过每只囤鼠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他们很快就敏捷的到达了目的地 并且发现了大魔王的目的不是将技术出售 而是毁灭世界 为首的囤鼠达尔文顺利的将资料全都拷贝了下来 带回了卷毛的研究基地 可是当他们展示给钟情局看的时候 却只有一台普通的咖啡机信息 钟情局觉得自己被耍了 立马宣布关停基地 还要将卷毛的小队员们全都拿去当小白鼠 他们当然不能做一代笔 立刻启动逃生仓溜走 在临走前达尔文告诉卷毛 资料没有问题 他万分确定当时拷贝没有出错 不幸的是 囤鼠们在逃亡的过程中被卖到了宠物店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装萌卖可爱赢的人类的青睐 让他们将自己买回家 然后趁机跑掉找卷毛会合 三只长相可爱的豚鼠被卖掉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可是又小又丑的幼鼠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他从别的宠物那里听说 死掉的宠物会被埋在后院 他便想装死被埋 然后挖地道逃跑 没想到就在宠物店店主准备清理他的尸体时 垃圾车开到了门口 店主直接把右鼠扔进去销毁 囤鼓特工队就这样少了个兄弟 但是这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大忌 他们还要去拯救世界呢 剩下的囤鼠们成功出逃 还从宠物店姐救出一个脱油瓶出来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达尔文在挥卷毛加会合时 发现了大魔头旗下的家用电器 本来想将电器的芯片拆下来带回去研究 没想到竟然触发了芯片的自我保护程序 家电瞬间变成武装机器攻击他们 达尔文意识到事情不妙 赶紧将机器引到马路中间撞烂 然后用滑板运回了卷毛家 同时担心任务被泄漏的中性局 还在到处追杀他们 并且从监控探头中 发现他们已经和卷毛会合 不过幸好这些弱鸡们 开车还开不过几只囤鼠 囤鼠们凭借自己灵活风骚的走位 甩掉中性局后 偷偷潜入大魔头家 可是时间已到 大魔头启动了自己的邪恶大忌 地球上所有他旗下的家用电器 全都成了新制武器 开始攻击人类 中性局将大魔王抓起来审问 而他竟然对这一切完全不知情 他说自己只是想成为 地球上最大的家电商 谁也没想到的是 幕后主使是那只被卷进垃圾车 却没有死的幼鼠 他因为憎恨人类毁掉了自己的家园 所以伪装了自己的身份 跟大魔王合作 说要帮他垄断全世界的市场 实则是秘密铺垫着自己 毁灭世界的大忌 他利用家电商庞大的资源 建立了一支机器人军队 组建了一大批电磁节点 这些节点的威力 足以摧毁所有太空垃圾 并把人类赶到地下 眼看世界即将被毁灭 阻止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将达尔文手上的病毒芯片 植入右鼠的电脑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眼看右鼠组成的超级机器人 就要毁灭世界 达尔文跳出来进行了一顿说教 你没有失去你的家人啊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你看看卷毛都被你遮成什么样了 他可是在你最危险的时候 将你解救出来的人啊 右鼠看着电子屏幕上受惊的卷毛 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 什么可怕的罪行 但他已经无法关闭系统了 这个时候就必须让病毒上场了 有了第三方病毒的插足 一堆破头烂铁 组装起来的武装机器人 很快就被分解了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所有的家电都被召回 犯下大错的右鼠 必须将它们一个个盖成原装 然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团队 屯鼠特工队由于英勇的拯救了世界 被纳入联邦调查局体系 成为了正式的特工 看看这群别致的小东西 怎么就可以这么可爱呢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